自從GAMI 4Runner 165 上市之後 在留言區最多朋友討論的大概就是 165 跟 Coloss 配置三對比 誰比較好或者是誰比較值得入手 我先講結論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因為就跟跑鞋一樣 這麼多的跑鞋哪一雙才是最好的 答案就是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那我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 但我可以分享一下 在持續使用他們一段時間之後 我對於這兩支跑表以及這兩個品牌 在軟體端的使用感受 軟體端的部分我覺得很重要 也就是我們透過這些品牌的手機app 或者是網頁來觀看手錶 記錄下的運動過程中的 各項資料的使用經驗及感受 所以軟體或者是應用程式好不好上手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大部分使用者在購買這類的產品前 容易忽略或者是比較不會去考兩套的地方 另外要提到的一點是 我是以跑步使用為主要的出發點 所以不會聊到這兩支手錶 在其他運動時的使用經驗 因為有朋友詢問 上健身房適不適合 我覺得除非你去健身房 主要都是去做有氧 那不然老實說 雖然錢是你的 但真的沒有必要多 這支影片我會針對比較有差異性的地方 來聊聊這兩支手錶的我的想法 包括螢幕 電池 續航力 GPS表現 然後還有他們的加分項目 也就是自己有 然後對手沒有的功能或是特色 那首先是定價 那雖然兩支手錶 在定位上的級距算是同一個等級 但是呢定價上還是有差異的 PES3國外229美 台灣7490塊 FORRUNNER 165國外249.99美 音樂版是299.99美 台灣定價是8990 或者是音樂版的9990 螢幕 沒錯 FORRUNNER 165的AMO LED螢幕 真的很不錯 亮度的以及解析度都很夠 在資訊閱讀時的視覺感受 確實大勝PES3 但要留意的是呢 我說的是視覺感受上的表現 那如果說呢 只是單純觀看手錶螢幕上的資訊的話呢 PES3的MIP螢幕就很夠用了 畢竟MIP螢幕也存在很久了 應用在這一類產品上 也沒有出現過什麼問題 不過GAMI在過去這一年 對於AMO LED螢幕的成功操作 我猜應該會讓市場上其他的品牌 包含CORUS 在不久的未來 肯定會推出相對應的新產品 或者是更新版本 感覺蠻值得期待的 那至於AMO LED真的有那麼棒嗎 老實說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就是看了兩個星期之後呢 也就那樣啦 當然如果有的話呢 確實是很加分的 電池續航力的部分呢 這個呢沒有懸念 肯定是PES3的表現好上很多 那自從我買了Fullerunner 165之後呢 只要出去跑步 我一定都是兩隻手錶一起出動 一左一右 在同樣的使用條件下呢 165的電量大約是PES3的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呢 PES3用了三個星期還是有電 然後165呢 一個星期就一定要充電 不然第八天應該就會自動關機了 那就算是開了省電模式 大概就是多撐個一天左右 按鍵的操作上呢 我個人覺得只要習慣後呢 都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我個人使用GAMI產品的時間 常過COROS很多 一直都覺得很習慣也很上手 但我現在呢 是偏好COROS的滾輪操作方式 更直覺也比較簡單 兩隻跑表呢 在GPS的表現呢 也是有差異的 而且還算有一點明顯 那這個部分呢 是PES3的雙頻GPS的準確度比較好 訊號在高樓呢 比較多的都會區呢 也比較不會亂飄 那也因為這樣呢 紀錄的里程數呢也比較準 那每次跑完看紀錄 165所紀錄下的距離 一定比PES3要來得多 而且跑的距離呢越長 最後的里程結果呢 也會相差越大 雖然開過的場合 對單瓶的165來說 訊號相對穩定 但是呢 距離還是會有差異的 不過這點呢 我覺得要看人啦 畢竟不是每個人 對這個部分的數據 都是這麼的要求 光學心率距離的表現呢 我覺得兩隻手錶在使用上 沒有太大的差別 心率上呢 不會有明顯的差異 跟體感上呢也很接近 沒有數值亂跳的情況 這一項我覺得算是平手 在分析跑步動態上 165多的步伏步高 也就是腳步離地高度的偵測 這邊要更正集補充一下 我提到的步高其實是錯的 正確的說法呢 應該是垂直正幅 它也不是腳步移動時的 離地高度 它是身體在跑步時 垂直上下震動的幅度 幅度越小呢 代表跑步效率越好 PES3本身是有步伏步距的偵測 但是呢沒有垂直正幅的偵測 也沒有Ground Contact觸地時間 要搭配PART2呢才會有 FORRONDER 165呢 是手錶就有內建 步伏垂直正幅以及觸地時間 我不敢說它很準呢 但是呢跟我佩戴上 KOROS PART2 偵測器呢所記錄到的步伏很接近 我覺得呢算是有參考的價值啊 再加上呢也有步高 這些是PES3 單單只在手錶時呢 所沒有辦法提供的記錄 必須搭配PART2才有 再來是幾個具有決定性等級的差異 就是行動支付以及後台程式的支援 下載串流平台的音樂 雖然是165的重點項目 那我自己也是買音樂版本 但我覺得呢這個算是灰色地帶啊 因為要使用這個功能呢 必須加價購買音樂版本 而且呢還要另外訂閱 樂費制的第三方服務 像是呢我有在使用的Spotify Premium 所以音樂功能呢 這邊我就不做討論了 但是可以任列加分項目 而且就算是非音樂版的165呢 以及PES3呢 兩個都有可以上傳MP3音樂擋到手錶 然後透過藍牙耳機耳來聆聽 行動支付呢只有165有 確實很方便啦 我三月去跑萬金時的時候呢 就沒有帶手機在身上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錄跑活動 沒有帶手機 那除了下載串流音樂的功能 另一個讓我決定不需要帶手機的理由 就是行動支付 雖然不一定會用的到 但我還真的用 最後一個就是 應用程式對使用者友善的程度 這個部分呢我主觀認定 Chorus是直接碾壓Gami 無論是手機的App 或者是網頁版 Gami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一直都算蠻糟糕的 這也是為什麼呢 十多年前我開始使用這類器材 來記錄我的活動時呢 我就選擇不使用Gami的Connect 而是呢另外上傳到Sava 記錄這麼多資料 卻因為Gami沒有好好的開發軟體端 而沒有辦法將資料轉化成有用 或者是方便使用及閱讀的資訊 實在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GamiConnect呢 去年有一次大更新 是有進步啦 但是呢表現上還是算差強人意 那Chorus的App 及網頁程式就做得很好 幾乎是付費等級的表現 但你只要有他們家的手錶 這個呢就是免費使用 那對於呢 想要更仔細研究運動時的數據表現 或者是查看歷史記錄 Chorus的平台呢 對使用者來說呢 真的是蠻好用的 來小總結一下 單就跑步手錶的角度來看呢 我會選Chorus Pace 3 較親民的價格 GPS準確度 軟體的應用 都是一時之選 但是呢 如果以多功能角度來選呢 Fallrunner 165的MLED螢幕 以及額外的附加項目 像是音樂版本及行動支付 確實都十分好用 也物有所知 整個聊完我的感想後呢 可能對一些朋友 在選購這兩隻手錶上 沒什麼幫助 但是呢 也有可能幫忙退了一把 但我想說的是呢 今天呢 不管我們最後入手了 是哪一隻手錶 其實呢 都不會是錯的決定 最重要的是呢 買了就要用啊 帶上他去跑步 或者是進行其他運動 這才是我們買這類手錶 最主要的目的 如果呢 你還是沒有辦法抉擇 或許也可以考慮 像我一樣 左擁右抱 對了 不管選擇哪一家 也都可以參考我的做法 就是把運動紀錄呢 都同步上傳一份到第三方 像是Strava 或者是馬拉松四屆 馬拉松四屆 馬拉松四屆 這樣不管呢 你之後換到哪一家 都可以保有運動紀錄上的連貫性 而不會中斷 那這裡就這樣啦 感謝上週呢 到不愛病人畢業投币 請老周喝啤酒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老周最愛可以 也可以透過說明欄你的連結 買杯啤酒 請我喝 很感謝你收看到這邊 有任何的問題及建議 也歡迎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老周 團寶寶那個 我們下次見